空间摄影与应用 翁彩虫老师讲述 这个单元我们跟同学谈相机的类型 当然我们都知道目前科技日新月异 相机的类型好多种 尤其是数位型的标榜各式各样的一个特色功能 相机非常的多类 这个单元我们仅就基础的一个相机 整体演变到目前的这个数位型 我们来跟各位同学做一个分享 那以下进行课程 相机的内容呢 我们先跟同学谈的 整体相机的内容有几个部分 那这个是同学必须要知道的 那你知道相机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构造 那有变于未来 同学如果想要购买相机的话 可以就他的一个基础构造来去做一个思考 那第一个部分呢 是感光呈现的一个目的 那感光要去做成像 当然要透过这个感光系统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是景观的系统 那景观的系统当然就是前面的这个镜头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是属于构图取景 所必须要的 那所以呢 我们大概时常在外面听到大家谈到这个部分 就是说你镜头是多大的 多大的 牵涉到你可以拍摄的一个范围或者是距离等等 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感光软片的部分 那早期我们的这个相片都需要经过这个冲洗的一个部分 那也就是说当你要拍摄照片的时候 你必须要透过胶卷 然后去做一个感光的呈现 那第四个部分呢 是记录 把它放在感光层上面 那你要写的这个记录呢 也就是你快把按下去的那一瞬间 把记录放在感光层上面 那你才能去做一个成像的一个部分 那下面一个部分呢 是我们的卷片系统 那所谓的卷片系统呢 就是当我这一张照片拍完了以后 它能自动卷到下一张 也避免你重复曝光 但是呢 当然有一些相机它就会告诉你说 你有这样子一个特色功能哦 你可以去做一个重复曝光的动作 把底片再卷回来 然后呢拍摄第二次 那你这个底片上面呢 就会有两次感光的一个动作 那下面一个呢 换上还没有感光的底片 当然你要开始拍摄以前 你必须要换上底片 这个是早期我们在谈这个 基本的相机里面必须要的一个元件 当然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非常多的这个数位式的一个内容产生 也就是说呢 当整体的环境一系列改变的时候 这个部分呢就做了一些改变了 然后呢 一直没有变的 当然是一个叫做机身的部分 那机身也不是没有变 从最早期的 我们非常大型的 只有在摄影棚里面才看得到的 一直到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手握 然后开始发现了一些小傻瓜的设备 那甚至呢 这个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 这个数位式的一个相机 我们也会发现 越来越是做的轻薄短小 那你可以发现说呢 有非常多的这一类的这个系统呢 开始标榜 我非常的轻 但是呢 我的功能非常的多元 我的功能呢 非常的齐全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为了方便生活中随身做一个携带 因为我们都知道 大相机 单眼相机 拍得出好的照片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这些元件上面的一个交互搭配 那当它功能性非常强的时候 当然机身也就会比较重一点 那这样子的一个慢慢的一个改良 我们就可以发现说 功能性复杂的相机 我也可以做一个随身携带 那也就是同学呢 在生活中时常听到 这是不是一个类单眼的相机 一个模拟单元 单眼化的一个相机 也就是说呢 它的自动型的一个判断 你可以去做一个很简单的设定 那当然呢 你也可以利用它各种功能模式呢 去模拟单眼相机的一个特殊性 那你说 这样子是不是到完整了 那我就不需要买单眼了 当然不是 每一台相机的一个主构跟它的发型 都有它特别特殊的一个部分 OK 那基本上呢 相机为什么要有一个机身 最主要是透过一个这样子的机身呢 我们形成一个不透光的暗示 那这个不透光的暗示呢 我仅能接受我镜头拍摄空间里面单一的光线输入 然后去做一个这个运作的一个动作 那让你的感光成果显现在你的感光层上面 下面一个部分呢 是光圈 那光圈呢 基本上是控制光线进入量的一个部分 那光线进入量的控制 为什么要去控制呢 OK 我们都知道太阳很大的时候呢 当你的光线进入量又很大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拍摄到的照片 可能容易形成过曝 外面狗角 这个部分呢 下面我们谈光圈的部分 那所谓光圈的部分呢 是光线进入量的控制部分 那光线进入量为什么要控制呢 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外面太阳光线很大 那你把这个光圈呢 把它打开了 而且开得很大 这个时候呢 在瞬间里面 光线进来的量就会很大 跟外面我们接触到的环境一样 那当你在大热天的时候 面对着太阳眼睛直望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哎呀 头貌金星 同样的 当这个时候光线量进入过大的时候 你拍摄出来的照片 可能就会过曝 过曝到底长什么样子 就是会比较白一点 比较看不出颜色的一个呈现 所以我藉由这个光圈的控制呢 我就可以去决定我让光线进来的一个量 OK 那另外呢 这个光圈呢 基本上是一些可以转动的金属片 长得像什么 就长得像橘子一样 一片一片的 那你可以去控制这些开关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控制的是开口大小的部分 相机内容2的部分呢 我们跟同学讲到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呢 叫做快门 快门呢 也是控制光线的进入的量 那最主要呢 我们是谈移动速度的一个快慢 移动速度的一个快慢 那通常来讲 我们拍摄照片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利用光圈跟快门之间的一个控制光线量 控制环境 控制你闭合的速度 来去处理你各种不同影像的一个呈现 好 下面一个呢 叫做镜头 镜头的部分 你可以发现 那这个小傻瓜呢 跟单眼之间最大不同的地方就在镜头 那这个单眼的部分呢 可以换镜头 小傻瓜 这个部分就不行 但是是不是绝对 也不是哦 刚前面讲到 我们的科技日新月异 所以你慢慢的看到 很多的这个小型的 这个数位相机呢 我们开始可以去做一个换镜头的动作 那甚至呢 这个镜头已经做到媲美 这个单眼相机 然后甚至呢 同一颗镜头是 他们之间都可以互相彼此交换的 那有什么好处呢 当镜头他们都去做到通用化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换来换去了 好 那你说如果我没有通用化怎么办呢 很简单 有一些镜头呢 就有人再去设计转换环 那你可以借由这个转换环的一个尺度呢 去套用它 也就是说 当你这个镜头不太合 尺寸不太合 套不上去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你就可以借由购买转换的 这个连接环 去做一个镜头的移转 但是呢 我们都知道 各家厂牌都会有它不同的特色 那A的镜头呢 可能在某一个机身拍出来最漂亮 换了一个机身呢 效果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好 那这个当然也就是我们商人聪明的地方啦 那每一支的这个相机都有它的特色 就看购买者怎么需要 怎么去选择了 那镜头呢 基本上它是一个聚集影像的一个地点 那并且呢 它在拍摄的时候利用多次的反转影像呢 把这个你摄影的目标呢 实相化 那下面呢 另外一个叫做对焦系统 那什么叫做对焦系统呢 我可以借由这样子的一个系统呢 转动这个环状的这个内涵呢 让你的影像更为清晰 所以这个是对焦系统 那通常来讲 好 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我今天呢 这个使用比较望远的一个部分 或者是使用比较近色的部分 我必须要对准这个物体呢 去做一个焦距的一个对应 然后呢 才能产生比较好的一个 影像的一个呈现 会比较清晰一点 接下来这个部分 跟同学开始谈相机的一个种类 那基本上呢 相机的种类从古早开始演变到现在 经过非常多的一个改变 那首先跟同学谈最容易使用的相机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是我们最早最早 大概是几十年以前 台湾开始看见相机的一个基本成像 那这个就是一个35mm的一个联动测距式的相机 那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基本上使用135的软片 那这个是我们最基础的 也是此后几十年 几十年过程的中间呢 大家都一直持续在使用的一个类型 使用135的软片 然后每隔的一个尺寸是24x36毫米 那它具有一个取景器跟对焦用的一个测距器 那另外呢 影像可以直接进入景观窗 那光亮如果不足 它还是可以看到 那这有什么特色呢 它可以有利于对焦 那滤镜或者是景深范围呢 有效的范围是看不到的 那景观窗呢 在机身的一个上面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传统的相机 你可以看到哦 那这个视差 具有一个视差修正框 会有一个十字啦 或者是一个点点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这个是基本的一个相机种类 第二种种类呢 一样是35mini的 那它是属于单镜头反光式的一个相机 单镜头反光式的相机 那同学的这个年份 同学父母的年份 也就是老师的年份 大概比较接近的是这一类型相机出现的一个过程 那一样是属于135软片的 每个的尺寸呢 是24x36毫米 一样的状况 那下面呢 取景跟拍摄的系统 它是单一的 取景跟拍摄 它是过程是单一的 那这就是我们俗称的单眼相机 那观景窗内部呢 可以看到滤镜经过以后的一个效果 那机身内部呢 有一个反光镜片 拍摄噪音或振动影响清晰度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后来 在很多设备改良上面 我们说有一个功能叫做防手震 有没有 那慢慢的 甚至我们现在的相机在录影的过程 也可以去防止噪音 或者是呢 你各位同学在选择相机的时候 偶尔会听到有专家告诉你说 某一台相机呢 当你的这个快门声音 或者是卷动的一个马达起 运作的一个声音呢 是会被录进去的 那它会 这个对于你 看到成像的一些影片 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影响 但是呢 很多时候这个选购的人 还是要看他的一个需求 看这样子的噪音 背景噪音的一个摄入 会不会对你影响很大 那当然呢 在目前来讲 一直在讲科技进步 科技进步 在后置的部分呢 也可以去借由这个 后置的一个方式 来去消除这样子的一个背景杂音 那这个也是可以去思考的 那景观呢 这个跟拍摄系统呢 它使用的是一个单一镜头 那曝光过程呢 反光是以翻转的方式 来做一个处理 那比较不利于长时间的一个曝光 那简称35mini SLR的相机 这个是我们这个比较早期的一个基础内容 好再过来这样子的相机呢 你大概会在摄影棚里面看到 那有的时候你去拍摄这个人像 相馆里面可能有一台这样子的小机器 那它比较这个尺度 尺度上面比较大一点 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它使用120形的底片 那因为呢 片甲的不同 每一个的尺寸会不一样 牵涉于这个插进去的片甲 你到底要什么样的尺寸 软片的尺寸呢 比较大 影像品质提高 那它会做的比较细腻一点 所以呢 早期你如果去拍婚纱的话 你可能会要求摄影师说 我要用120的相机哦 我不要这个35厘米的相机 那它的精细度上面会比较不一样 那景深上面呢 也可以做的比较完美一点 取景镜头呢 跟拍摄的镜头是统一的 比较没有视察 体积大 重量重 通常来讲 不会拿在手上拍 会利用三脚架 你如果拿在手上拍 不是不行 刚刚前面讲到 你手会有些微的振动 会影响清晰度 那这个是三脚架的利用 那也就是说 你今天如果在拍婚纱照的时候 你就通常不会把这一台相机 拉到外景去拍 所以外景拍的时候 一样用35厘米的 你只会在摄影棚 棚内去拍摄的时候 才会用这样一台相机 好 那就有问题了 刚刚前面老师在讲到说 它的这个影像呈现 会比较细腻一点 比如说脸上的光影变化了等等 或者是景深的一个特性 所以你就会开始发现说 大概早期的这个摄影馆里面 专门拍婚纱的摄影馆里面 你会发现 大家开始会去营造自己的这个摄影区位 去自己去制造好的 虚拟的一个比较像生活 但是比较具有唯美性 比较具有特色性的一个婚纱场景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在景深的取决上面 就可以让这台相机呈现更多的一个好的特性 好 所以它是要三脚架利用的 那你可以看滤镜的一个效果 好 第四种相机类型呢 是坐驾式的一个相机 那基本上呢 它又是另外一种更大型的底片 它一样跟120的一样 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体积大 重量重 三脚架 当然就会去利用 那它是一个手动的方式 比较费时的 那影像亮度 会比较低 对焦 当然就比较不容易 那通常来讲呢 我们在早期进入摄影棚里面 去做一个好照片的拍摄的时候 我们会去选 我要再拿一家摄影店面去做一个拍摄 其实你就可以发现 因为利用这样子的相机呢 这就非常考验技术了 非常考验技术了 它比较不像我们现在 相机拿起来 第一个 你要不失败的话 很简单 就是直接转IA 让它自动判别 那它的特色呢 它可以换镜头 它可以换镜头 再过来呢 你就会发现 相机种类5的部分 就是开始走入各位同学 这个小时候的年代了 35mini的相机开始出现一些叫所谓的全自动相机 就是我们所谓的傻瓜相机 所以那个年代呢 我们最常听到的广告叫做什么 Konica推出来叫什么 你傻瓜 我聪明 那它利用一些相机程式 来替你去做一个简单的设定 那让你按下去的照片呢 大概比较不容易失败 就是我们所谓的傻瓜相机 然后它一样是35mini的一个方式 那它利用联动测距的方式来做一个拍摄 其实它整个原理 跟前面我们讲到35mini的这个单眼相机 是一模一样的 它同样的使用135的一个底片 好 下面一个呢 就是我们走到最新代的 各位同学 你旁边看到的这台相机是非常早期的 非常早期出来的相机 机身还蛮大的 数位式的相机 那这个数位式的相机呢 早年出来我们一样只在摄影棚用 然后呢 这个早年出来呢 它是吃电池的 它是吃电池的 一次我记得要放6克还是8克的电池 可以用多久呢 大概可以拍6张照片 到8张照片 所以它是非常吃电的 这个是早期数位式的相机 那目前来讲 我们就慢慢改变了 比如说电池可能有这个所谓的锂电池 可以重复的一个充电的一个部分 那在读写的过程中 我们也有所谓的记忆卡 来做一个插入式的一个动作 那这些东西 所谓数位式就是用微电子来取代底片 也就是说到各位同学这个年代 锂片机还是有人用哦 还是有人用哦 但是很多同学手上拿的 傻瓜相机已经都是数位式的 那所以35 mini的这个手动相机 慢慢的在最近这么多年来 也技术越来越好 也演变成为数位式的相机 也就是说呢 目前我们的环境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数位式的相机一样 有分小傻瓜 也有分这个单眼式的 当然还有一种东西 前面讲过叫做类单眼 模拟单眼的方式存在的 那它各具特色 然后学未来选用傻瓜的 或者是单眼的 自己可以去做一个判断 生活中的一个需求 好所以底下跟同学很简单的谈 怎么样去选择相机呢 第一件事情了解相机的特性 每一台相机讲过了 都有它不同的特性 比如说它的镜片特别好 那这个品牌有没有具有知名度 那同样一个品牌 它都会因为不同时间的一个出产 它具有一些技术性的一个改良 那同学通常买相机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去了解 这个相机的一个特性 然后针对你所需要拍摄的 一个环境做相机的取决 那你会问我说 老师怎么了解相机的特性 哎呀资讯发达之下 多上网路去爬爬文 都可以找到相关的一个资讯 好那所以呢 你要了解相机的特性目的在哪里 为了你拍摄的目的性 比如说如果你时常拍摄家庭照片 或者是这个时常要去从比较远的环境 把远物呢拉近 比如说我时常去拍鸟 好那这些比较动态的 好那这个部分你就必须要去选择 这样子功能特性呈现状况比较强的一个相机 当然现在普遍相机这些目的都可以到达 但是呢 他成像的一个成像的一个结果 每一台相机每一个厂牌 他出现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也是同学需要去考量的 好那当然呢 好下面一个重点就是说我考量了我想要的东西当然很完美 好你必须要去思考你的经费有多少 好经费有多少 那在有限的经费里面你怎么样去采购 比如说呢 很简单你一定买一台相机一定有一个很简单的定交镜 好那你不可能没有定交镜好那你就赶快去买一只小大炮来好那把它装在上面那每天就在那边这个呃玩玩玩一些特色 然后呢 这个基本的呢 哎他能运用的功能好最简单的你竟然没有好这个就可能不太合理了好所以这个经费的预算你必须要去做一个控制 那通常来讲好呃我个人买相机都是一开始就先决定我有多少钱在藉由这个多少钱呢去选择我要的相机或者是选择我要的镜头那请各位同学不要一次想要买足所有的东西好你一定是买一个最基础的然后呢慢慢的玩弄他慢慢的练习他慢慢的跟他得到一个契合之后呢 你再去借由自己拍摄过程的心得跟需求再去往上添购他的这个比较特殊的镜头或者是滤镜等等好这样子有助于同学在拍摄的过程中啊自我提升成长的一个特性 购买相机以前呢不要忘了你自己要收集完整的资料然后最好做一个比较表好比较某每一台相机的一个特性那呃很多时候呢你呃想要呈现的一个效果通常是A相机比较强 哦某一个特性效果是B相机比较强又另外一个特性效果哎竟然是C比较强 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思考我在生活中我最常最常需要在ABC三种内涵里面哪一种好那借由这个部分去取决 当然前面讲到必须要考虑经费预算上面的一个取决好购买了相机以后 请不要忘记要做详细资讯的阅读好每一台相机塔有非常多的特色好请同学必须要仔细阅读他的操作跟着操作一次需要memo的需要记录的请同学把它简单的写下来这样子呢你生活中呢就可以一直重复的好重复的这个对他加深印象认知好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啊好 我去买了一台超级名贵的单眼相机好然后呢哎我的目的在哪里我为了要拍家庭生活用好或者是哎家里有个小宝宝诞生了然后就去买这么一台相机然后买完了以后呢哎资料也非常详细阅读了好阅读完了以后从此以后开始拍摄好一开始还会去玩弄一下好大概两个月以后人懒了全部IA模式去判断好这边要跟同学提醒的是 并不是IA的模式不好好而是他就少了让你买这台单眼相机的一个特性那甚至呢同学去购买是会式的小傻瓜老师也是希望有一些功能是可以被你玩的好可以被你去改变的这些呢你应该也要偶尔去改变它来了解哎我拍出来的特性到底是什么好 比如说呢哎有同学这个可能都会看到说嗯里面有个功能设定上面画的一个山好然后表示说你可以拍远距离的山景那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图像叫做画了一个运动在跑步的人好表示说哎我转到这个模式我可能会有这个性瞬间凝聚的一个特性好那就请同学好你要去找到这样一个场景我拍一张IA的我再拍一张运动 那两者来去做比较好那两者来去做比较好你就知道哎那我的相机呈现这个特性的时候到底好不好到底有没有不一样的差异到底优不优好我未来是不是会常用这个部分好那同样的好其实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们也会发现很多时候当有一个单元要同学开始拍镜像的时候 好比如说你去拍一朵小花或者是一只蝴蝶停在花上面好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希望那一大片的花海其他都是模糊的哎只有蝴蝶或者是单一只花是清晰的好同学就告诉老师我的相机没有办法好那当然就是前面跟同学讲的每一台相机都有它的特色好你要去选择的这个部分谈保养跟维护相机买来了请不要忘记 你要去做未来长期的一个保养跟维护那刚刚最后面讲到说请你阅读清楚再动作操作一定要跟着做一次阅读的清楚做好memor再开始丢掉这些繁文乳结把基础的记下来然后再去动作你的相机不要一拿到你操作手册也不看啪啪啪啪啪啪就开始玩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电子 指示的相机它的操作性上面功能目前来讲日新月异之下越来越复杂它是不是会因为你的操作不当而做损坏这个是自己要去想清楚的 另外呢你的相机请注意定期的保养跟清洁的部分最常遇到需要清洁的部分就是我们的镜头的部分请你要去做一个操拭的动作操拭的动作请你记住不要随便拿卫生纸来做操拭因为卫生纸会刮伤我们的镜片 那你说那我怎么操拭这个时候请你用试镜纸或者是试镜布那另外呢它有这个专用的保养滴剂 还有呢你上面可能会喷了一些灰尘去买一个小的喷头枪你可以去做定期的清洁跟保养 下一个动作不要忘记相机一定要去做防潮的部分如果不防潮就会发霉下一个动作请你不要忘记你的相机要去做防潮的部分如果不防潮相机会发霉 因为台湾的湿气比较重一点再加上你不时常把它拿出来透气在大环境里面使用的话或者是你今天刚好带出去的时候遇到一点点毛毛雨你想小雨没关系 这个时候都是对这个相机本身的一个破坏所以一定要去做好防潮的工作防潮用什么呢 防潮如果你没钱很简单一个干燥箱很便宜塑胶的干燥箱里面放干燥剂然后把相机放进去 你有一点钱请买一个插电式的电子式的一个干燥箱然后它可以让你去设定 它的干燥度把它放在里面那包括所有的镜头等等利用防潮箱的部分都可以做好一个比较长期的保养 下一个部分叫做请你避免冷热你说冷热对相机会有影响 会尤其是我们现在的设备越来越趋近于电子式的控制 电子式的控制无论你到比较冷或比较热的地方呢 它很容易判定错误 尤其是你到这个寒带地区 你到寒带地区 然后呢当你相机拿出来对准景物的时候 你竟然发现你家的快门按不下去 这是常有的事 所以呢你到了寒带地区 你会发现很多摄影师很聪明让他的衣服 让他的这个衣服去保护他的相机 或者让他的相机穿上厚重的衣服 通常来讲在那个时候 你会发现摄影师都把相机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呢 好 所以你就说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件事 那传统的这个单眼相机底片式的单眼相机 好像到了这些比较特殊温度的地方的时候 它还蛮有用的哦 它最起码不是电子式的 比较不容易秀的哦 比较不容易有损伤 好下面一个动作 你的相机必须做好防震的工作 防震的保护工作 所以通常我们的相机都会有一个相机套 好相机套你要放在哪里 请不要随便放在你的包包里 好你的包包就算要放要有保护层 好那这样子做好防震的工作 避免电子式的这个相机受到震动的时候 好他的判断会去做一个不正常的反应 好避免这个当有震动的时候 好长期不小心的震动 这个会让你的电子式的一个零件 好判断受到影响 那他在未来的一个动作上面就会比较差一点 好所以我们都可以知道在实验室里面有很多的实验器材 好可能固定一年两年都要去做电子调教的一个动作 好就是这个原理 好买了相机 绝对要提醒同学请你常用他好不要把他放在一边晾在那里好那就缺少他的用途了好要常用你要跟他培养默契所以呢最好没事就带在身上当你常用的时候你就会了解他好你就会认识他的特性也更能力拍出好照片来下面一个好长时间如果你不用的话怎么办好你必须要把他的特性也更能力拍出好照片来 把它清洁干净可以拆卸的镜头都尽量拆卸可以拿掉的电池都拿掉他好然后呢再把它放进防潮箱里面去做一个防潮的动作好长时间不用你不要去想我把电池放在里面等等等等都不会有问题哎你很难保证好你很难保证电池会不会外溢 电池电池会不会因为什么样的因素而造成他里面因为你不常使用的一个损坏所以要提醒你相机不是拿来看的相机绝对是让你拿来玩的好最后一个动作请同学要注意好当你相机拿在手上的时候请不要忘记有一个东西叫做工作背带好如果你买的是一个小型的数位式的相机 小傻瓜相机它通常是一条小小的袋子如果你买的设备呢稍微大一点的话你就会发现它会有一个厚重的背带那这个背带请你要随时牢记你必须要绑在手上或者是长期的挂在脖子上那为了什么呢为了避免你一个动作不小心把它摔到地上去了这台相机可能就需要进场维修了 你说哎呀哪有这么夸张哎有我曾经有经验我的单野相机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就从高尔夫球车上面开着开着人要离开啪一个就把它扫掉了就在地上了然后呢后续你就发现这个相机的镜头呢不太稳定了不太稳定了转到某一个角度还会咔哒一声那也曾经我的小傻瓜小型的数位相机 哎被我们家女儿拿在手上忘记了手一挥啪一个好景观玻璃面哎就整个碎裂掉了好那你要知道一台小傻瓜可能一万多块好而那一片好那一片荧幕镜片要六千块好所以同学要知道请你做好对他保护的一个工作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好谈到这边问同学你掌握相机类型跟他的各种特性 如果有的话请你往下到下一个单元我们继续来跟同学谈一谈相机还有些什么各位同学在操作的时候必须要注意的内容谢谢大家